早春的中南山是一片雾的世界 千百年来 楼灌的道人们 在这片若隐若现的山蓝雾气中 寻找着与天地万物相通的奇迹 在他们眼中 宇宙是人身体的外化 他因为与人同体而与人相亲 因为与人相亲而成为诗意和审美的存在 这样的参悟方向 正是来自于两千五百年前曾隐居于此的老子 老师 土壤需要上天的阳光和雨露 于是才能孕育出果实 这些不就是大自然 教给我们的道理吗 所以 人 小法地 地 小法天 天 小法自然 在老子的思想中认为 自然 是天地间不变的规律 是万物相通的法则 追求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才是道家的最高境界 而在寻找如何天人合一的过程中 道家美学就此产生 老师 自然乃万物之本 道乃自然所生 而人 是否应该遵循这个不变的规律 哈哈哈哈 正是 人 乃天地所生 人所要做的 就是 何于道 将生命的本真 不断地 想道 归根复命 而 天之大道 就是 有与无的 循环往复 在适与不适之间 徘徊交替 中南楼冠里的老子 并没有将美 直白地告诉给世人 因为他更醉心于天地之间的 虚无大道 都会有与不适之间的 中南楼冠里的老子